今天我跟文道留住一位嘉宾 徐浩峰 我们俩结缘 就是您的这本《逝去的武林》 还有就是汪家卫的《一代宗师》 我们那天已经讲了一集 但是我就觉得 你就真是可以给我们讲讲 今天的武术 中国的武功 因为你看在中国电影上来说 武侠是这么样一个显赫的 而且我们大家充满想象和期待的 一个电影的在世界上的主要种类 对吗 可是具体中国的武功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当年看你这个《逝去的武林》 为什么我觉得看的就是非常心向往之 很神往 就觉得那是一个和我平常所见的 不同的功夫世界 不同的人与人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武侠电影 小说里面的那个武侠 或者是比如说有时候看什么全国武术大赛 那个我总觉得那种功夫 大概不是像你书里面所讲的那种功夫 是两回事 就比如说咱们还就问那个最俗的问题 武术迷们就说 你觉得今天中国技机散打各项大赛擂台上最高水平的人 他们是不是功夫最厉害的中国人 就是现在在这出来了 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的武术的实战 他其实没有来得及做实战的训练 你看就像王家卫他一下走三年 这个在以前旧武林里边是一个普遍的行为 就是说你必须去走三年 然后死了就死了 然后如果你能活过来 那就可以立得住 而且这种人呢 是你看所以刚才就讲 上一期就讲了 他不单包括正式的比武 像那个日本电影里边的那个武道馆 去那个正式的比武 踢馆 他还包括那个江湖手段 你不单是武功 你连江湖手段都要应付过来 然后这样子经过一圈的人 才能在北京立得住 你看像世俊武林里边说的那个尚云祥 说尚云祥这种人 他是在北京立了一个独门 说立了四十年 这就是江湖皆福 可是我好奇就是 你觉得现在的实战方面 中国武术情况怎么样 比如说有时候我去看 因为过去是很多说法 比如说有人说 为什么中国武术在一些国际擂台上 不一定赢得过别的国家的武术 是比如说有时候是因为带拳套 有人说是这个 有人说是那个 但比如说现在这几年 有时候我看这种综合格斗技 他们也不太多有中国功夫的色彩在里面 有人说是拳击加摔跤 对啊 或者说加上太拳 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这个还是跟传统武术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一个就是讲了那个身上的那个劲的那个训练 这个训练不是说我把道理讲出来就可以了 等于我这个失去武术 其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就是说还是讲一些武术真正权利上的东西 然后模仿的人也比较多 但是模仿去了之后呢 你真正学不到 因为教一个权 不在于老师跟你说那个权利 而在于你练完之后 这个老师在你身上怎么按 就是老师给你做按摩 对 这样子就是把你的肌肉啊 肌肉块啊怎么调整过来 他是需要这么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然后呢 这个是武术最关键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你跟着一个师傅 而且他又是讲究一个心物的东西 就跟学古琴似的 武术就跟学古琴学书法一样 你跟一个师傅十年 可能师傅就没有跟你说过几句话 他等着一个东西 一个生理的状态在你身上慢慢长成 长成他不见得用语言 他可能给你按一下 或者给你示范一下 你就可以达到 所以武术是一个体悟性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之所以练不出来呢 是 等于现在都商业化了 就是大家不按照这个教育的方式走 然后一个学生去找一个老师 然后比方交一笔钱 说你看我这个钱都够我学散打了 你得 就老师只能按照你的想象来教你 Saw it 周婷